6月2号晚上有网友通过微博曝光了一张胡哥哥 胡哥刘诗诗袁红的温馨合影 勾起了不少网友对于唐人三宝的美好回忆 这张三人合照疑似是袁红通过私信分享出来的 而拍摄地无疑是袁红婚礼的时候 胡哥和袁红分别站在刘诗诗两边 刘诗诗则开心地比起了剪刀手 这样的场面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 由于胡哥 刘诗诗和袁红曾隶属于同一家经纪公司唐人 而当时的三人发展势头很被看好 也被粉丝倪称为唐人三宝 要知道步步经心起初就是为他们仨量身打造的 刘诗诗演若曦 袁红演十三爷 而四爷一角本属于胡哥 但当时胡哥要转型主动辞演 于是三人同框的记忆只能追溯到2008年射调英雄传的时候 当时胡哥饰演郭靖 袁红和刘诗诗则饰演杨康和慕念慈这对夫妻 对此袁红还夺取了刘诗诗的迎评初吻 康哥 我要你记得 在这个世界上 就算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你还有我 无论 此后袁红和刘诗诗还在《天涯之女》中扮演过情侣 不过现实生活中的两人却是类似步步惊心里的好哥们的关系 刘诗诗因为若曦走红曾一度激动过泪 这时陪她一起经历过低谷的袁红深知其滋味 她是因为她付出太多 付出太多 更需要更多人的这样的一个 所以当她知道自己的付出真的有了回报的时候 她会有这样 2009年的《仙剑旗下转三》中 胡哥 刘诗诗 袁红再次共同参演 不过这一次袁红由于客串戏风较少 反倒是扮演前世兄妹的刘诗诗和胡哥 把戏里的感情衍生到了戏外 不认识也有很多年了 那在我的心里 她是一个很随性 很好交流的一个大哥哥 而在《唐日三宝》中胡哥和袁红的友谊 更是人尽皆知的好 同一年出生 同一个新作 同一所大学 同一间宿舍 同一家公司 同一个小区 这是怎么样剪不断力 还乱得意诸缘分呢 胡哥曾说 他和袁红好的经常会穿同一件衣服 同一条裤子 而外界也经常流传 大学期间 胡哥上课老迟到 袁红模仿他声音千道 足足模仿了四年 这样甜蜜的梗 当然这段友情也经历了时间和磨难的考验 在胡哥遭遇车祸期间 袁红放下工作 在他事业上升期的时候 选择照顾兄弟 等到胡哥重归剧组 袁红也会经常开导 因为差点会容而心情抑郁的胡哥 回剧组的时候 我自己其实挺没有信心的 我经常会有一种迷茫 不看到我阴病在回来 当我很无助的时候 眼神不会从此就吵到这个人的身上 因为他很理解你 然后他虽然会跟我说话 但是他站在那 你会觉得 就好像就有了一种依靠 从第三年到现在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一直走在一起 一直站在一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